我是基督徒不是為了 過一個比一般人好的生活 其實還是會想說 為什麼我現在祈禱了 然後我就還是不知道 對啊 你就是要積極一點啊 你就是要做出一些行動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消極 大家好 歡迎來跟我們一起錄影 我是Joy 我是Summer 欸 對 你不覺得錄影 簡直變成最近的指標嗎 對啊 就是大家整個假日啊 週末全部都跑來錄影欸 對啊 就你打開IG什麼 你都會看到你身邊 然後全世界都在錄影 對啊 你喜歡錄影吧 我還蠻喜歡的啊 那我跟你講 你今天走對棚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這邊 你們都是在錄影 對 我們今天這邊搭的場景是在 台北市區裡面的精華地段裡面的 一個建築物裡面的 一個攝影棚 雖然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可是它就像是 城市裡面的一個 一片淨土 你講到這個讓我想到 我去年去法國朝聖的時候 遇到一個會市 然後那個會市它 它本身是影修院的會市 可是他們的影修院很特別的是 他們在巴黎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都市裡面的一個影修院 然後他那時候介紹自己的影修院就說 喔 我們是沙漠中的綠洲 對 就是那個沙漠 對 就是那個沙漠 是 它把都市比喻成沙漠 然後綠洲是一個生命的 信仰的泉源 對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 有點在模擬 就突然覺得好像有點在模擬它的那個 環境 對 而且我很訝異 我剛才想說是什麼 美食沙漠還是什麼之類的 很膚淺 對 結果它是 用一個 就是心理的狀態去 描繪出 其實大家認為可能最平階的地方 卻是內心的一個綠洲的那種感覺 感覺很深奧 所以我們今天設置了這個 當然我們沒有真的去外面 就是山上或是鄉下露營 我們是選擇在都市的這個環境 就是搭建這樣的帳篷 其實也是希望可以在這麼 繁忙的生活 還有快速的生活節奏 這個腳步當中去靜下來 然後剛好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就是跟祈禱有關 所以我覺得祈禱就是要回歸到一個 安靜的狀態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個氛圍裡面很好 然後我們也邀請了一個神秘嘉賓來陪伴我們 然後他現在正在 休息 神父 神父起床 神父 神父 你好像睡了三個小時 好巨大 還好嗎 還好啦 睡著吧 睡飽了 神父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你自己 我是周達明神父 然後 然後 是法國人 然後 我來台灣一陣子 一陣子了 我是屬於一個修會 這個修會叫做肉望修會 然後我們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喜歡寂寞的祈禱 我們會每天大概花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寂寞的祈禱 或是困難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 我們都是教友 一定會祈禱 可是我自己在祈禱之後 卻不曉得我可以怎麼樣更好的去行動 就是我祈禱完了 可是我的問題跟困難還是存在 我並沒有好像得到一個很具體的方式 對 然後我反而是自己去找了一些網路上的資料 或是我去問一些被基督徒的朋友 我才真的找到一個 方向 我才真的知道說 我現在的這個低潮狀態或是我的困難 可以怎麼解決 可是這件事情也反而讓我去思考說 那我為什麼還要祈禱 就是我祈禱沒有辦法讓我 解決了我的問題 然後我反而還要去問非教友的人 那這樣子就好像對我來說就有點矛盾 就是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遇過類似的 有耶 超多 而且我還蠻喜歡看書的 然後我都會 把我生活中的問題就是可能 我 我會去找書 我會找心理學的書 我會找 有時候哲學的書啊 什麼等等的 然後我就覺得他會給我一個很實際的做法 對 然後可以告訴我 怎麼處理人際關係 然後什麼 一些創傷 什麼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 嗯 嗯 就相較之下 我會很 我不會放棄祈禱 可是 我在祈禱過程中 我就是也很難真的靜下心 因為 我覺得人就是需要立刻得到什麼答案 然後 我也沒有辦法真的 嗯 祈禱完之後 我好像就可以有一個東西 到我的生活裡面去處理那些困難 對 然後所以我其實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像 嗯 在營修院 裡面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我自己是不是一個飄在空中 然後 我一出這個大門 我可能就是又要 又要面對那些 雜七雜八事情 對 其實 在你們剛剛 呃 表達 你的 你的事裡面齁 我覺得有一個蠻普遍的一個想法在 這個想法或許 呃 會需要 稍微改變一點 就是 我們祈禱就是為了得到一個東西 嗯 呃 我們是 要祈求 因為我有個問題 所以我去祈求 然後 我希望這個祈禱就會 有一個 嗯 呃 或是會有一個答案 對 但是祈禱 不只是這個 或者是 呃 可能祈禱的重點 可能不是這個齁 嗯 其實齁 呃 在我們現在的世界裡面 呃 呃 無神問者 他們會 呃 很容易 呃 批評 呃有宗教的人 批評基督徒 他們會說 啊你們基督徒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自己 解決你們的問題 所以你們要去祈禱 嗯 可是你們不夠努力齁 你們不夠負責任 呃 呃 反而 沒有錯啊 有很多 我們現在的世界有很多的工具 是可以用的 有書啊 有網路啊 有 有一些心理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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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是可以用來 來努力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那些東西就比較實際的 嗯 因為祈禱中 我自己從來沒有 呃 太感受到說 我先祈禱然後我就 突然就獲得一個答案 或是我先祈禱然後我就獲得一個我的問題的一個解決 呃 好像 或者是發生過的話就是 你真的要努力想才看得到 嗯 或者是呃 也不會馬上發生的 或者是可能不會發生在你本來預計的那個 方式 齁 不過 其實齁 這個 呃 我們生活上的那些 呃 困難 的那些 呃 問題 呃 也是一種啟發 他們是 從我開始祈禱 嗯 其實在福音裡面齁齁 耶穌常常是回應人家的需求 耶穌 回應他們的需求是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啊 耶穌一直到很多很多人 耶穌解決很多的問題 但是 有時候我們會感受到 他是 好像 因為他自己感動 所以去幫他們 但是 他不一定非常的願意 哦 他有時候是很願意 可是有時候他覺得說 我要脫離一點 我不要做太多的神奇 他也沒有抑制 當時全部在以色列的病人 哦 就是 他只是抑制一些人 對 嗯 嗯 因為神父你可能 你說的那些 我也可以明白 可是就是 就是 還是會想說 為什麼我現在祈禱了 然後 我就還是不知道 嗯 要怎麼辦 首先我可能會需要去意識到說 呃 我是基督徒不是 為了 呃 過一個比一般人好的生活 如果 呃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見書會特別捧我 然後會讓我的生活特別順的話 我想有點不公平 然後 也不只是不公平 耶穌自己也沒有這樣的生活 耶穌沒有覺得說 為了他的好處 呃 生活在這個世界 他沒有去尋找他的好處 他有時候可以的 他很多時候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譬如說他在礦業裡面的時候 魔鬼就跟他說 那你如果是建築子 就把這些 這些 蛇都做成麵包嘛 對 可是他 他不要了 他不要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 所以 我們基督徒 如果 祈禱的時候 可以可以首先 意識到這個點的話 我們的心態還是已經會 開始改變了 嗯 嗯 然後 呃 在教會的傳統裡面 呃 有一句話 一般人會說 是 尼納爵 說的一句話 呃 這句話是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說 你要 祈禱 就像 呃 天主 什麼都可以 幫你解決的方式來祈禱 嗯 可是你要 行事的時候 就像 什麼都靠你來解決 哦 行事 嗯 好像就是那個 中文講的 什麼 靜什麼天命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靜人士 靜人士 聽天命 還有什麼天主 自助者嗎 你有聽過這句嗎 然後講一下 神父聽不懂 對 就是靜人士 聽天命 嗯哼 靜人士 聽天命 對對對 對 的感覺 是 如果我只是把我的困難表達給建主 可是 不是為了得到一個解決 呃 那有什麼用呢 嗯 其實 就像 談戀愛 談戀愛 有用的 那樣的用途 嗯 其實當你跟你所愛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呃 你貪心 也是一種 我們很需要的事 嗯 我們很需要把我們的問題說出來 哦 給我們的朋友聽 我們很需要把我們的問題說出來給天主聽 這樣的話 我們跟他的關係會慢慢的增加 會慢慢的深入 嗯 我們會慢慢的往一個交托的一個狀態去了 而這個交托才是祈禱的高峰 那個感覺就好像是 嗯 好像 問題我沒有辦法解決 好像已經不是最 主要的 呃 問題 嗯 而是 我在跟這個人 建立關係 對 對 哦 好我聽懂了 但是如果像一個人他是 已經呈現一個很 封閉的狀態 嗯 比方說他可能真的有疾病 可能憂鬱症等等的 那 那會不會就是他 還是可以去尋求一些 不同層面的 幫助來 讓他的心胸先敞開等等的 嗯 然後 對 就是神父覺得這些 嗯 非信仰上面的工作 工具 是可以 可以運用的嗎 是可以是非常可以 而且是鼓勵嘛 就是一定要鼓勵這樣的 的做法 呃 如果我得到有疾病的話 我當然是要祈禱沒有錯 但是我也要去看醫生 嗯 這很重要的 呃 我們教會 我們的宗教是一個 一種 我喜歡說它是一種 人文主義 嗯 它是一個非常重視 人自己能夠 呃 想的方法 用的方式 人的思想 人的科技 等等 人的科學 對 所以我們 我們真的是 呃 要好好利用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呃 我要 靠我自己來 解決我的問題 嗯 就像 呃 只能靠我自己的方式 如果他本身已經有一點 呃 憂鬱或是生病的狀態 然後導致他內心很封閉 但是 這個時候 嗯 他要 他要怎麼祈禱啊 因為他可能就 覺得 祈禱已經沒有 沒有用了 嗯 有種失去 希望的感覺 那 是不是動力已經沒有了 不是 或者是旁人要怎麼 幫忙 對 如果今天是我 最親近的人 是 或是我的家人 他生病了 然後他很憂鬱 他心情很低落 可是要怎麼幫他 是啊 我要 一直為他祈禱 這個是第一個 需要 一直幫忙 就是不斷的 對我不要 呃 因為某一些語言 因為想了很多方法 因為想了很多 祈禱是什麼意思 所以就開始不 不跟他就是 不為他祈禱 對 要為他祈禱 要跟他一起祈禱 這是呃 第一個方向 呃 當然也是要去找 呃 找幫忙 就是找醫生幫忙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時候 如果是一個 比如說是家人 很近的一個朋友啊 等等 呃 我可能會感受到一種 責任感 對 讓我其實說 我一定要祈禱 因為我一定要幫他 解決這個問題 對 但是有時候 呃 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呃 這個人 他自己 也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 我不要背負一個 比我大的責任 或者是不歸我的責任 呃 這個時候 呃 有一種 有一種忍耐齁 就是 我要繼續往前 而且如果 談到 有一種的話 這種東西 可能是很久 好幾年 嗯 十幾年 可能 幾十年好 也有可能 對 所以那一種 那一種忍耐是需要非常堅固的 呃 需要一步一步的 呃 在這個忍耐當中 我會慢慢的學習 呃 教託 我的責任 雖然 我的責任 就是 陪伴這個人 我的責任就是 呃 一直 不要放棄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 最後的解決 可能不屬於我 所以我要跟 就是我要向前屬教託 跟他說 呃 讓你的質疑吧 看看吧 其實你幫他 但是我不知道你會怎麼幫他 我也不知道是會什麼時候的 嗯 嗯 是不是我們能做的 就 嗯 除了祈禱之外 也就是 陪伴 嗯 然後 可能讓他感受到 天主 是 愛的一個 對 要真 之類的 對 就像我自己在祈禱中 可以體驗到 我也是被 耶穌陪伴 嗯 而且這個陪伴是很 很精密的 是很 很內心的 是很靠近的 耶穌 有體驗過 一切的痛苦 好 舊月裡面的 月博 月博傳 嗯 真正的月博 就是耶穌 月博其實本來是一個故事 原來 對 本來就是一個故事 就是一種 呃 一種 呃 象征 象征啊 然後就是你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默想 然後你會想像你 如果達到最底路的時候 對 你要怎麼反應 對 你可以想天主怎麼反應 你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 最後就是 天主怎麼樣的回應你 從來沒有人 應該應該是說 月博 月博是 呃 被設計為得到最殘的 的情況 對 能夠涵蓋任何人都可以遇到的 那個 的那種情況 對 為了去思考到時候 我可以怎樣的面對 那我的小小的 情況 可以 從這個月博的 那個模範 挖出我所需要的 的力量 所需要的感受 為了面對天主 嗯 但是呢 有一天 這個月博真的發生 就是耶穌 嗯 所以當我發現 呃 這個月博不只是一個 呃 心理 測驗的方式 或是一個思考 的方式 或是一個 默想的方式 呃 是一個真正的人 這個人就是耶穌自己 他是我們的天主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我痛苦的時候 他跟我在一起的 所以或許 我自己在祈禱中 可以見到這個 而我的朋友 他可能 因為在情緒中 所以沒有辦法了 至少他可以見到 我跟他在一起 嗯 然後我希望他慢慢的 能夠活去 齁 就是我自己 在祈禱中 所體驗到的 這個靈哉 陳夫 你剛剛說的 那個 約博的故事 就是他在痛苦當中 有 嗯 各種的祈禱 可是 嗯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應該有一些 教友 他會遇到 就是 嗯 嗯 很生病啊 或者是 身體有一些 疾病上所導致的痛苦 那他可能覺得 喔 我現在就是在 像耶穌一樣 受苦 然後 哎 好像他也不曉得 他能夠怎麼樣 我就是受苦 然後把這個 交托給天主 可是 他的心境上 可能還是沒有 那種完全的交托 就是我會 我自己的 觀察 我會覺得好像 中間有矛盾跟卡住的 的點 嗯 對 是 是他跟天主的關係 沒有連結在一起嗎 還是說 嗯 好像缺了一個什麼東西 對 就是啊 我都有交托啊 但我就是這樣啊 的那樣 嗯 所以當然就是要 哦 放棄跟交托 應該是 不一樣的事 嗯 有的人他們很容易放棄 其實宗教 可以有這個危險 這個是無神論文者 他們會說的 你宗教就是你放棄 你的 呃 你的命運 你說你交托 可是實際上 就是一個放棄 放棄你的問題 哦 對 嗯 可是 有一些無神論文者 他們會說 我自己扛的 所以我要自己想辦法 對 所以我要自己掌握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要自己掌握這個問題 我自己要想很多方法 甚至有一些 呃 基督隊也是這樣 就是 我已經要克服 然後 想各式各樣的方法 好像是 想要自己解決 想要自己 掌握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命運 嗯 嗯 所以 呃 這兩個 兩個 極端的 狀態 中間 有一個哲學家 也是一個無神論文者 就是 尼采 他有非常了解 呃 這兩個狀態 的問題 然後 他是想要找一個 一個火路 一個中間的路 他是從生命開始 他覺得說 呃 在我身上 有生命 有生命的泉源 我 不會避免到痛苦 但是我要怎麼樣的 在我的人生裡面 我要怎麼樣的 在我的痛苦當中 發揮最珍貴的生命 最有力量的生命 我的責任就是這個 我要讓這個生命 在我內的這個生命 呃 湧出 發揮他自己的功能 發揮生命力 對 不是我要避免這個生命 對 也我要發揮我的生命力 嗯 不是 不是我避免他 不是我 自己 建立 我的我的人生 是讓這個生命 引導我 可是我要背後這個生命 嗯 所以他 他會 批評那些 呃 自己 想要想辦法的人 他也會 呃 那些基督徒 因為他們會 完全放棄自我 但是 呃 尼采的部分 雖然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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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可能是一種高峰 以無神論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種高峰 對 因為他真的是能夠面對 呃 人的 情況 人的命運 嗯 對 不過呃 最後 還是一種安慰而已 因為 事實上 不會 解決人的問題 人還是會覺得說 我在這個 這個 事上真的是 呃 無能為力 或者是我的命運是沒有意義的 嗯 那 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 我覺得 我們如果是從神命的角度來看 或許有一個可以 可以 解開的一個 那個角度 嗯 我們的生命完全是在天主的手中 這個就是呃 天主對瑞伯 最後說的 就是 我是創造者 那你還需要什麼 你 表示說你的生命 你存在你的命運 是在我的手中 我 能不能讓你 重獲的幸福嗎 重獲的生命嗎 我是可以的 嗯 對我們來說是呃 這個訊息有一個名 有只有一個名字 叫做永神 其實我們一直尋找這種呃 神命的充滿 是因為我們在盼望永神 你再是不能給我永神 嗯 但是耶穌是許諾給我 要給我永神 嗯 他要跟我一起經過那些痛苦 經過這個死亡 為了讓我復活 所以我可以加入這個永神 那當我祈禱的時候 我是來回到這個神命的泉源 我是來獲得這個生命 我是來意識到他給我這個生命 這樣的話 我現在所活出的事 不會是跟 比一般人活得好 或者是比一般人活得痛苦 我跟一般人的命是一樣的 只是我的命就過大了 過大到永神 我的角度 我的眼光 就變大了 因為我在天主內 因為我跟天主在一起 因為我分享他的生命 所以祈禱就是一種獲得生命力的力量 嗯 他增加我的生命力 所以我才 我如果用祈禱來面對我的痛苦的話 我會有多餘的生命力 因為我的生命就是 因為我的生命就是 會在天主的生命內 活出來的 可是為此 我需要體驗 我需要祈禱 為了去體驗 如果我體驗的話 我才獲得那個力量 這樣聽起來 其實滿深奧的 但是 嗯 有一個 我有 腦中有一個 畫面是 很像是 就是 天主是 原始 他也是終末的一個概念 然後他很像是 呃 以尼采的那個 概念 更 廣闊 然後 他也不是只專注在 這個人 此生 嗯 就是有生命的這個狀態 嗯 所以他可能 呃 在以我們有信仰的角度來看 就不會再 那麼focus在我 這一生的這個痛苦啊 這個病痛 當中 然後 他也 不會 是一個 嗯 去找一個什麼方法 他就可以 解決我 這個痛苦 就是 他可能是一個短暫的 可是 信仰他比較像是一個永恆 因為你知道 你的 源頭 你也知道你 屬於誰 嗯 對 我好像變一個泥財 哈哈 哈哈 開玩笑 我聽完神父講的我突然覺得 好像 已經 明白些什麼 就覺得 我好像 把祈禱想得很 狹隘 嗯 對因為我一開始的問題就是 呃我怎麼祈禱完之後也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 可是 神父剛剛講的那一大串的意思就是 祈禱它是一個 很 很 很廣 它等於說它沒有邊際 然後 嗯 祈禱是為了讓我們的生命跟天主的生命 可以連結在一起 就是喔 當然神 我的人生當中會遇到各種酸甜苦辣的經歷 可是這些經歷 因為有天主的 陪伴 有耶穌的陪伴 所以 我們就會繼續往前走 但是我們 繼續往前走的是有 是我們知道我們要走到哪裡 因為它就是一個永生 而不是像 譬如像 尼采或是 無神潤哲他們 他們 他們就是很 專注在那個 當下的 嗯 痛苦 然後可能想要找各種各式各樣的方法來 填補這些 空虛或是空洞 可是 人生就是還是會遇到更多的 難題 對 但我們 基督徒的差別好像就是 我們就是有天主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最終就是 啊我就是要上天堂 喔 剛剛神父有講到那個 無神論者那邊 對那邊也有共鳴 我覺得很有共鳴 對 因為 嗯 我身邊也有一些這樣子的朋友 那 啊 但是他們會 在我可能面臨一些困難的時候 滔滔不絕的給很多建議 然後跟我講很多方法 可能都不是信仰相關的方式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說 嗯 對啊你就是要積極一點啊 你就是要做出一些行動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消極等等的 就是甚至有時候會讓我有一點動搖 我就會覺得說 嗯 對啊我這個信仰 就是 我 我可能也不能去跟他們說 嗯 我有這個信仰到底有什麼意義 對 就是那個 嗯我覺得這個狀態 應該很多人都有遇過 就是 就比如說 陳鳳妮剛剛提到 無神論者他們就會去攻擊 我們有信仰的人 嗯 然後想說你們怎麼那麼的 當然他們不一定會直接說出來 但是那個感受到的感覺就很像 你們怎麼那麼懦弱 不負責 對你們很不負責 對你們很不負責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我也不曉得能夠怎麼去 回應他們 因為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自己都還沒有搞清楚整個狀態 嗯對 嗯 其實啊 有 有一個祈禱方式 或是有一個祈禱的狀態是 真的是 會讓我們 變得 有點幼稚 好像我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 我要面對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然後我就 我想要 得到的東西 我就 我就 請他給我的 如果他不給我的話 我就會生氣 然後我對建築 所以我 有時候我會對建築也是這樣 就是 我祈求沒有得到 然後我對建築生氣啊 然後我會慢慢地封閉自我 這個是一個 很幼稚小孩的狀態 對 而且很常見 有些成人也是這樣 對 對對對 然後有另外一個態度 就是比較成熟一點 就是 我會 為了我 我認為的需求 祈求天主 我雖然是保持一個 謙卑的心 如果他不給我的話 我還是會感謝他 但是我還是 以我的需求為主 來祈禱 對 但是真正成熟的祈禱就是 我去祈禱的是為了 跟天主 尤其是跟耶穌相遇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我能不能達到這種祈禱方式 其實祈禱的重點就是 我要跟天主相遇 這是一個來往 對 跟他講話了 我的需求 我表達我的需求是一個機會 但是目的就是跟他相遇了 希望這集節目帶給你一些啟發 對最重要的是想辦法訂閱 分享 按讚 拜拜 拜拜 欸 那 你不是要接著嗎 我現在是我要再繼續接著 我現在是我要再繼續接著